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张静同修与我们分享 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身心发生巨大改变 年仅五岁的女儿学佛修心,法喜充满 身边的朋友有求必应,受益匪浅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大家 很感恩有这样机会 把自己的学佛经历和大家分享 同时也很惭愧 自己在两年多学佛经历中起起伏伏 不够精进,不够努力 2013年是我人生最低谷 因为母亲在三月份过世 和丈夫感情也不好 每天以泪洗面 每天上班,人家吃中饭 我就出去散步 每天思考的是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人家妈妈坐轮椅了 还能活着 为什么我的妈妈 还那么年轻 就走了 为什么我希望的幸福美满 不能有 我可以做到的 我能做到的 我改 我一定改 在九月份的一天 姐姐拿回来一本台长红发足迹 我当天晚上翻看 就觉得这些话语 太好了 太好了 怎么那么好 我心里就在问 卢君洪台长是谁啊 就这么神奇 当天晚上 我就梦见一个男人 让我念心经 让我女儿也念心经 现在知道那个男人 就是台长师父 第二天 我就在网上找到了台长的博客 哇 太好了 如饥似渴 我在一天全部把台长博客文章基本看过 台长每一言 每一语 说到心里 这样在台长师父和菩萨加持下 我开始学念经 念小房子 在网上下载经文 平时在公交车上 地铁上 我都拿来手机看经文 自己还做了小卡片 听大悲咒歌曲 反复听 终于几个星期后 会背诵大悲咒和心经 知道小房子能超度亡人 我就开始不停地为母亲念诵小房子 心里想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 没有尽到孝心 虽然母亲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也还是可以帮助到母亲 我忏悔 母亲在时候 没能好好陪她说说话 每天下班 因为自己心情不好 也不愿意讲话 也不和母亲多讲几句话 母亲生病 我都不知道 病情严重 我也没在意 母亲走路慢 我还嫌弃她走得太慢了 其实 母亲生病挺严重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当女儿的 小房子太好了 在念到一百多章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就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把母亲接走了 很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我会一直为母亲念小房子 接下来说说学习心灵法门以后 自己的变化 一 以前的失眠没有了 睡前念几遍大悲咒 真的很灵验 睡得很踏实 很安稳 二 之前头晕记性不好 花了几千元吃药 买补品 都没有好转 学习心灵法门后 头晕症状 神奇的好了 三 自己知道了 有这样一个目标 是我追求的 那就是世界真的有菩萨 菩萨为众生 众生是未来菩萨 人间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呢 没有 那你还计较什么 还在意什么 唯有修我们这颗心 超脱六道 你才能救度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救度更多有缘人 要珍惜时间 珍惜会命 珍惜人生 珍惜恩师 珍惜缘分 在人间行菩萨道 这样我才有了人生的目标方向 知道了自己的家 本应该在哪 是自己迷失了 誓愿精进修行 仪式修成 报佛恩 通过我学佛 家人的改变 一 丈夫变得尊重我 理解我 支持我 送我到机场 参加法会 送我和女儿去放生 主动送我去弘法 并能协助做一点弘法事情 二 女儿五岁时候 跟我就吃全素了 丈夫从一开始反对 担心营养 到现在不反对 主动找素食馆 和会留心哪些素食有营养 三 女儿会念经了 主动帮助小朋友 也会教小朋友念经 她跟我说 她想象一个世界 妈妈 一定能喜欢开心 就是这个世界 人人都吃素 都学佛念经 都去参加台长法会 多好 听到这儿 我好开心 犹如菩萨妈妈 台长师父看到我们一样 都能吃素 念经学佛 多开心 我身边人学习心灵法门后 灵验事例 一 2015年 我度了一个之前的邻居 我的这位邻居 他之前特别不顺 我跟他说 你可以试着念念经 有一个法门挺好的 你了解了解 这样他就开始念经了 他告诉我 太神奇了 他出租房子 一天就出租出去了 他想租到一个离女儿上学 比较近的小区房子 在短短几天 就找到自己满意的 女儿被选为话剧演员 一直想争取 都没有争取到 就是这么灵验 在前不久 她的母亲生病住院 要动手术 她就一直在门外面念大悲咒 手术很成功 她很感恩 自己能有这样缘分 学佛念经 她的母亲也说了 出院回老家 也会念经学佛 多好啊 二 还有一位同修告诉我 一位老妈妈 她手一直会抖 北京共修祖弘法的时候 教会了她念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她每天诚心念诵 现在手不抖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 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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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